這份青少年讀品問題專責小組的報告 主要精神就是禁讀,是禁 過去有些外展社工通常都會採取一種方式 就是明知所謂濫藥問題那麼嚴重,青少年濫藥問題那麼嚴重 它採取一種所謂減少傷害的方式 即是集中在輔導,多些跟青少年接近 令到他在蓬佩之間相處快樂,不一定要濫藥,索妻才會快樂 有時甚至乎見到那些小朋友已經是 踩得很深的時候,他的介入就是 你不要買到那些流的東西,是吧 你這種做法不小心呢,就好像幫他去濫藥 所以過去其實有些成功的經驗,也有些不成功的經驗 你不看這份報告書你都知道,包括我們那個基督徒王仁龍 他都要引用這個針言,就是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大家落實這份建議,但是一點都不滋潤的 整個報告書裡面的相關建議的精神就是雷厲風行 大佬,是嚴打,嚴打那些青少年,是不是開玩笑 是嚴打 這個情況如果照著他這樣做的話,出現什麼後果呢 首先我想要高度評價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回應青少年毒品問題 專責小組報告的立場書 他指出一些特別有爭議性的問題,是吧 特別是有關於隱私權、人權 小朋友在學校被人標籤,萬一我不接受測試的時候 即是我有吸毒,所以你才不接受測試 他以後都沒有路走的 然後你說他有一條絕路,永遠就是他無法回身 譬如諸如此類這些,我覺得真的要考慮 在這份報告,他的雷厲風行,連用語方面都認為要修正 避免使用濫藥,要吸毒,藥物方面全部叫做危害精神毒品 不可以稱為精神藥物 接著就要加強和家長合作,強制性毒品測試 包括驗頭髮、驗尿,陳克勤也提過 在一個check point 檢驗,立刻被人慘叫,天天罵他 互聯網上,是吧 這要澄清,我沒有講過一樣 OK,待會再澄清,當不是你講,有人講,OK 免得再跟你拉長這條戰線再講 郭卿議員,你要留一點時間,問問題給他答 好嗎 好,但是,我繼續講 OK,有一些反對這種做法的聲音 必然會被視為鼓吹濫藥,是吧 但是現在的問題,我們比較擔心就是 好了,你又抓他去嫌 所謂自怨等於非自怨 然後,你就造成社會上,家庭、學校 都是跟這班青少年是一個對立的 他是逃避你的 阿崩叫狗,他越叫越走,他是一定的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想一個辦法,這些所謂自願測試 或者學校接受測試這些 你會不會造成這種情況 你就趕他走,其實他一定是避你的 如果你了解青少年那些人,你就知道他會避你的 很多那些成功,即是戒除毒品的個案就是 家庭、學校、蓬佩,跟他一起去度過難關 我告訴你,十個濫藥的,九個不成功的戒毒 我告訴你,所以問題不是你現在用這種禁絕的方式 斬腳趾被沙蟲,趕他跟你走為一個對立鏈 你就可以成功的 我真的希望可以慎重考慮 政府、父母、老師、社工,變成同一路的人 這一班小朋友,就是你要追殺的人 至少他會這樣認為 你是很難搞的,所以我對這個所謂建議 其實最有新意的就是 就是那個建議裡面有關這些所謂 強制性毒品測試計劃 或者嘗試制定所謂校本毒品測試計劃 公學校自願使用 建議可以在邊境管制站進行入境調查 然後政府又可以向內部取得濫藥 而被捕的香港居民的名單 以便對他們跟進 取得家長同意之後 對學生進行一個無法分析 以識別他們曾經是否濫藥 老實說,那些年輕人在深圳留多幾天 散了之後就回來了 他有他的辦法 所以我自己就很擔心 你這個計劃一推行就真是傑傑傑 所以我希望專員你又想清楚 但你即是答我都答不到些甚麼 我純粹是表達意見 我對這份報告裡面的相關建議 是持一個保留的態度 好 好 這個意見專員聽到 陳克勤議員